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平面坐標上有一個圓 這個圓是這一個 那這是R平方 所以它半徑是4 那圓芯的話在0米的地方 這是圓芯 圓芯在0米的地方 那這個圓 那現在他說 上面有幾個點 與6、8 這一點的距離 剛好是整數值 6、8的話 這裡是6 這裡是8 一倍 所以大概在這裡 跟這一點的話 這一點到達什麼呢 這一個圓上面 有幾個點 它的距離是整數值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一點到達這個圓 它最短距離是多少 它最短距離就是這裡 這個距離的話是10 就6的平方加8的平方開邊浪 這也是10 那這半徑是4 所以距離的話 最短距離是6 就10-4.6 那我們假設說 這個點 這個叫P點 P點 到達這個圓上面的某一點 它的距離 假設是低 這個低的話 它一定大於等多少 大於等這個6 它小於等多少 最遠距離是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就是10加4 10加4就是14 那現在就有兩點 這是整數 上面就有這一點的話 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6是整數 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是10是整數 這個是只有一個解 只有一點 其他的話 你從這裡慢慢繞過來 這個距離的話 從6慢慢繞過來 繞過來 到這裡來的話是10 所以距離的話 它是連續的 從6 變成14 剛剛好像講錯了 最短距離是6 最長距離是14 從6慢慢增加 7 8 再來是9 10 11 12 13 到這裡是14 所以這個距離的話 它可以有什麼呢 距離的話可以等於多少 可以等於7 8 9 一直到多少呢 一直到13 還有再14 那6跟14呢 是只有一點 但是其他的話會有兩點 比如說這裡如果是7的話 另外對稱的地方 也會有個7 所以這個的話呢 都是有兩點 那這個的話 這種數值的話 會有兩點 那這種數值的話 有幾個呢 就13 減掉7 前後都算 加1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有7個 從7到13 總共有7個數值 7個數值 每個數值有兩點 所以就是7 乘以2 這樣的話 加上這兩點 6跟14 再加兩點 所以總共有16點 上面有16個點 到達P這一點呢 是整數 這些整數分配是 從6到14 其中6有一點 14有一點 中間這些數值呢 每一個數值都有兩點 所以答案是16 只能選三點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4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4 原因是為何千氣